今天还要跟我们兄弟们讲解 因为发现确实我们内部呢 也有很多同事在怀疑 说我们商业模式真的有问题 不是我们商业模式有问题 我们商业模式可以说 决定最新的商业模式 在这么恶劣环境下 我们这商业模式还能赚钱 这已经证明了我们商业模式的生命力 是吧 我们已经把整个中国的零售 整个这个渠道成本降低了50% 我们只有十点不到的增加费用率 而放下全天下 所有这零售商费用率都17%以上 我们降低了多少 所以商业模式不是靠推出来 说出来是拿数字 试试来证明 但终究有一点 我相信大家要记住 社会终究会进步的 是不是 社会终究会进步的 今天比十年就好很多 今天比三十年刚改往国家的法律 文化工具已经大幅进步了很多 未来的十年 未来的三十年 中国一定会进步 伴随这个国家的社会的不断的进步 京东 我们是一天比一天光明 而有的人日子会 一定是一天比一天的黑暗 他的人是建光死亡的上一模式 社会愈进步 法律愈健全 他的日子愈艰难 国家和社会愈进步 中国的法治愈健全 我们日子过得会更好 会过得更好 就这个区别 最后呢 还有一点 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在市场有很多很多这种 不对的 不正确的这种观点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也最近的跟政府呢 进行沟通交流 说 就这个政府 我为什么就不出税呢 为什么 因为说 这几年中国经济比较困难 困难呢 政府的意思说呢 我得 我得只能靠这个小微企业 来增加就业 大企业都不行了 你知道吗 大企业都在裁员 怎么办呢 社会不能出问题 政府就要扶持小微企业 所以那客奖总理 最近三年以来 自主说小微企业 现在造成什么惯性呢 就是国家一想小微企业 就想淘宝 因为马云呢 多年就是 我淘宝有700万买家 其实大家都清楚 不可能有700万买家 是吧 国外买家 能够50万都不错了 可以说 是吧 600万都注册了 我们台外有120万买家 是吧 其实我的不好意思说出去 对对 真的 这种牛 我都不好意思说 说了我的自己 都觉得特别丢人 你知道吧 你很清楚 国外买家就那个 10万 你非说120万买家 是吧 就骗人 但有人说 我700万买家 都小微企业 所以政府一说 国家要发展小微企业 就说 哎呀 不能收淘宝 一说小微企业就死了 就跟国家这打的方针 扶持小微企业 正在相背离了 说淘宝 你看创造1000万就业 马云说现在已经创造2000万就业了 是不是 为什么有很多快递员呢 其实这是谎言 我希望呢 公司啊 每个管理人 特别我们有大量的人 都是 绝大部分人都经过人 证明的大学教育 我们很多冠军生 你们应该学会 最基本的经济业的思考问题 不能人云亦云 不能听到表面的 领导呢 站得太高 他可能听不明白 而我们是在经济的一线 我们作为一个商业人士 商务人士 我们应该各种商业的现象 对他本质 让他看得很清楚 谢谢 谢谢 谢谢